其實你內地任何一架新款的新型的汽車 所有語音指令 現在已經發展到 基本上所有方言都可以聽得到 那麼厲害 那個順序都可以做到 不 沒關係的 是在我 vehicle 的 system 全部是車載系統已經做到 不用駁上伺服器 不 如果你自己開自己的車那些東西 是不用駁上伺服器的 你自己的那些 不 但是如果他聽得懂不同的方言的話 那就很厲害 這樣也不是 就算你信飛都可以的 你信飛 你可以放一些離線的語音識別包 其實應該這麼說 那你就下降了 那你就以後不可以斷網了 語音識別是一件事 人性化語言介面是另一件事 是的 語音很簡單 兩個technology 兩個technology 尤其是方言除了語言 就是它的發音之外 語法其實可以差很遠 是的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說連方言都聽得明白 那這件事真的是很厲害的 他聽聞說現在幾個廣東的車廠 那些Iron的那些 廣東話都已經很流暢 那廣東的車廠這個必須是嗎 廣東的語音輸入是天下第一難事 天下第一大難事來的 你嚇一跳嗎 文藍話也是 文藍話的音比廣東還更多 但是台灣人這麼多年都搞不了 你又說台語輸入 是啊 台灣人沒落啦 跟香港人一樣沒落 他還更快很多 他比香港紅紅早就比香港死了 香港人都不行了 現在很搞笑 國民黨叫政府職員不要慶祝七十節 沒有看台灣新聞這段時間 叫政府官員不要慶祝七十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資格 不是 現在七十節已經不是七十節 他不慶祝的時候就當不當是一個中國 但是國民黨講這番話不是民進黨講的 是啊 國民黨 是啊 這件事國民黨講的有點奇怪 民進黨講的很正常 民國是國民黨的嘛 是啊 沒錯 現在執政的是民進黨嘛 所以小細文就問了 他是不是覺得現在的政府沒有資格慶祝七十節 我覺得現在選舉在臨近 但是國民黨裡面是很多鬼的 其他我不知道鬼是最多的 只是國民黨大鬼就玩死他了 所以現在你選全部那些很內鬥的 全部人都走出來 然後這個吵那個吵那個吵 所以你說現在有些拖後腿 那就不期了 絕對不期了 還有呢 他們要走到美國那邊 面了勝仙的 那其實大佬已經有指示了 現在美國玩哪一門啊 反而是這個才是最搞鬼的 在玩菲律賓 很聰慫的那個菲律賓 菲律賓根本就在下面那些 現在菲律賓總統根本立不住軍佬 一向都知道這個 沒有啊 他的家族給美國人那些痛腳 還有那些錢 哄一下他就傻子 就以為真是幫他手 就拿回家族的東西嘛 不是 軍頭啊 下面軍頭都很多山頭 下面那些山頭各有各玩 菲律賓和印尼的軍頭 未必聽政府 但是一定聽美國 因為全部美國軍校出來的 哦 全部美國軍校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就是菲律賓那些做事 其實未必關過政府的事 不是的 如果他軍隊做事 他應該這麼說 他總統叫都叫不住 只要美國拿命令 總統叫都叫不住 但是我意思又就是說 近來美國就應該是 叫菲律賓在做事 因為為什麼呢 上次搞得很嚴重 然後中國演習關門打狗 之後 你會看到這兩個星期 突然間很安靜的 突然間我說的是 就是朝鮮 雖然它有個月兵 但是之後都很安靜 然後又沒有搞這麼多事情 然後台灣又靜下來 日本又靜下來 還跟中國說大家坐下聊 應該就是上次 十二個小時 那幾輪的會議之後 就是中國說說那條紅線 所以可能是台灣以北那些 突然間都靜下來 但是美國向來都會搞事 上次談是台灣以北 我猜 其他地方沒有談 OK 下面那個阿菲律賓 你去做事了 所以近來就是 就是Q最高的不是他 但是布林肯 我還沒談完 布林肯這兩人好像傻了 他好像有些話說 小弟也沒有時間去看他講了什麼Q 他沒有什麼Q 他沒有什麼Q 那其實他究竟講了什麼 應該是有些事情腳亂 但是什麼事不知道 等一下再找一段東西出來看一看 其實美國佬 都應該是早做show的 他不會真的有聯邦政府停擺 雖然真的停過 除非是真的特朗普握拳 因為特朗普和你玩到盡 其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以美國大局為重 特朗普最後從你撒塌 所以我覺得除了特朗普之外 在任何人以下都不會停擺 上一次停擺好像就是特朗普的時間 特朗普剛剛上台一年 做停擺嗎 上次 是他會搞得這麼僵 他就說知你 是他不安排你出牌 是他不安排你出牌 所以他挺可愛的 你看看就好 是啊 小弟很支持他的 不過現在這樣看法的話 他老人家 入到閘的機會很未 入了都會被人抬 是啊 被人抬的機會很大 我又想不想開個盆口 好像 不過現在司機的最終結局 還未出到來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這麼快 問第二個問題 雖然特朗普的結局 可能來得早 比司機 真的完全不奇怪 我覺得 還有他以前 川普 他是靠什麼 他其實 就得罪了所有人 唯一一個沒有得罪就是猶太人 就是我講以色列的猶太人 就是猶太人有很多班 我講以色列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要認識你都不行 今天打到開了行 所以唯一一個盟友 可能現在都沒有空 都沒有空 那以後就沒有人幫 是啊 沒有人撐 孤軍寡人 未必的 特朗普還有幾隻腳 起碼特朗普和俄羅斯的關係 不是太差的 哦 那就差 不是太差 但是你說要美國選上嘛 我現在講 不是說 跟美國選上 跟全世界哪個好朋友 所以他可能沒有國內 如果他以前抱著猶太人 都沒有抱著的話 他可能以後競選會出問題的 未必如遠 生意人有生意人做事方式的 那我也希望他選到 但是他不可以選不到 不是有機會 如果講 預言 應該大人會出現 是啊 其實小弟真的覺得那個 harvest 你看看他笑得多開心 他這次拜登 沒有理由不會拖他一起上 一定拖的 他下一屆的機會 比今屆的機會更高 就是當選總統 他這排很勤力 周圍去嘛 很勤力 一邊在售水資源的東西 很勤力 所以 可以 不是 剛剛放毒 然後搞水資源 是啊 安排好的 安排好的 不要 當然 這麼聽話 這麼好用 好用 現在加分的 Deepstay有眼看 不可以 未必 未必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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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去 沒什麼雲 沒有雲 沒有雲 幾百雲 幾百人主義 不是 不是 因為你的問題 他不是選他 而是他做副手上陣 拜登死了 他一定是做總統的 這個沒得選的了 到時候是不需要選 等於當年 宣誓 不像JFK那樣在飛機上宣誓 拿了一本聖經說完就行了 他一死他就自動當選做總統的了 沒得做 他把他找副手之後 那個副手就是真正他們執行的那個人 明知這個大人副沒有了 如果他宣誓就任總統之後 他一定找副手 真的會不會找 找 找 就是 默克什 我不知道 默克什 議會不做 走來幫他 不是 你要買通了 人家多大方 找副總統 找個共和黨人 怎麼可以的 你明白嗎 因為他不是選舉 他是執行的 要 因為第三把交椅是他的 議長 他可以找個民主黨人 也可以找議長升上去做副總統 是吧 這個是美國政策 那就是 逐個逐個排隊 是的 所以 所以問題就是 如果他不找個民主黨人上位 他可以大方些表面 因為如果後面 老闆說 喂 剩下一個共和黨做你副手 好看些 因為你不夠力 這樣 就會有人共和黨撐著你了 是吧 很難說的 這些美國政治是玩 玩數票的 經常 美國的政治是玩選票的 是的 美國人的權益也只是只有一張選票 沒有其他權益 沒有啊 現在那些Zombie 通街站在那裡不動 讀中得很可憐 我看有一個 有一個大陸人在WeChat裡面很紅 那他有什麼 他在美國 他專門去 每晚就拿著車 拉下了玻璃 當然 免得被人搞 在那裡拍街的狀況 但是很多人看 那 那 押錢的那個 就是押YouTube錢 很多人看 但是很多人看 因為 美國很爛的 在大陸很受歡迎 那個頻道 那我都要 一夾一夾 那他現在最新的 他說在美國的油站 晚上去 想入油 他說要入油 沒有得入 全部那些殭屍 都圍在那裡 然後 他說試過下車 但是隨時被人堆 也可能拿著槍 所以 不敢 不敢下去入油 他說很多的油站都是這樣 那跟著 居然有觀眾 就說 你晚上是這樣 你日後去入油 那他跟著 第二套片 是日後去 但是原來入口了 他就說進不了 就走 就是都是這樣 那些人都坐在那裡 塞住 就是 就是 要方便 那根本 變成這樣 那個很受歡迎 很多人看 亂到七彩 是 那些人都說 我朋友在加州居住 他根本連三藩市 不要說下跌 根本連三藩市都不敢進去 近來嗎? 為什麼? 是 很厲害 是什麼情況? 以前美國治安都不好 現在 但是你進市場 進市場 什麼問題? 其實進市場太多 因為通常唐人街 因為現在後面那些 橫街窄巷 全部全部 那些Zombie 霸了 你不要說 不要說到唐人街 親身體驗 我朋友剛剛回來 溫哥華 回來 一兩個星期 溫哥華說沒事吧? 臭到 他進唐人街 車 走進唐人街 兩三條街 已經聞到壓味 通街的 那些 通街那些 通街的那些 那些 之前沒有 drilling 那些警察 附近就是 法庭 法院 警局 那麽 那裡就在警察的樓梯睡覺在地上 有點紅了 日光日白 溫哥華都是這樣的嗎? 溫哥華是整個北美洲的視點 所有政策在那裡 例如打針 免費針筒 現在派毒品 全部都是溫哥華的 這個我知道 為什麼在溫哥華的視線呢? 一旦OK了 其他全國就用它那個板 當然有一點複製 喜歡改一點點 美國不同的州份 不同的市 就開始實施同一類型的政策 全部都是這樣 為什麼一定是先找它試? 因為整個獨品市場 小弟留意到它是先試的 最容易控制這幫人的地方就是獨品市場 就是溫哥華警察去執行的 美國就是CIA供應貨給他們 但是最大的財家 就是溫哥華警察 這些已經不能播出的 啊?不能播出的? OK 沒事的 死不了了 死不了了 不過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已經開始慢慢 因為 只是包不著火的 其實這麼多年已經通天 所有AIC那些服務 美國運上來的 通過某些渠道 潛水艇 他們經常說無人潛水艇 很厲害 在中美洲 在北美洲 在華盛頓州和 BC省 嗯 每天運十幾十公斤的貨 上來溫哥華 然後警察拿了之後 就派 然後派拆架 好 我確認的 就是被那些 緬甸佬的將軍 告訴我 嗯 因為他們最終的供應商 是他們 原產地供應商 就是緬甸軍政府 接著就是 AIC agent 將他們帶到香港機場 就直飛美國 接著派餅仔 現在好啊 給他們自食其果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搞錯一件事 他不是自食其果 你要分開幾層 就想 這些 這些 剛才都說了 這些低下層面的人 OK 如果你給他一些錢 給他的富庶生活 又有經濟基礎 他會想事情 你明白嗎 是 最好是給他們 千千岸岸 是的 不要革命 千萬不要去清醒 你搞革命 是的 我記得看過一段 就是他現在一個女人 本來在IBM做得挺好的 一些programmer 已經 讀完書 在七十八十年代 在IBM做programmer 就是剛剛當紅那段時間 是他做的 賺很多錢的 你知道那時候 他去到五六十歲 即是現在 OK 出事了 交不起租 被人趕出來 留下在街上 接著就住了幾年在街上 即是要搭帳幕了 沒有錢 去遊樂遊 沒有人請了 你知道美國政府 這幅利是多厲害的 你有手有腳 他不會理你的 交給你幾個月之後 然後就沒有了 自力更生 你沒有就沒有 那你沒有錢 那就睡街了 OK 即是他不是一個差人的 一個大學學生 做過大公司的職員 接著被人裁員 怎樣怎樣怎樣 接著退休 是吧 但是 他這些人 有腦子 你知道如果給他 有穩定的家 有穩定的收入 他還不想事情嗎 但是 給他吃一下毒品 玩 所以對某些人來說 紅番 紅番 因為是大地主 好像你們說 就是他出聲 說我要收回大地 其實在法律上 你是沒有辦法阻止他們 不能收回大地 是他的 所以 令到那些紅番 癡癡癡癡 喝醉 每天都陶醉 在那些金錢 就是酒的酒精 因為他們原來 在基因上面 是不可以喝酒的 所以他們經常 把酒給他們 每個人都屁屁屁的 噢 它是消化酒精的能力特別弱 是的 因為他們本身沒有用這個 所以你給它走 很快就被種酒精毒 這樣就躲下暈倒了 所以整批所有土著 因為本身如果他肯 用法律途徑 其實所有地方 那些地都要給他們 全國的地方都是他們 所以他們有一個 第一民族 或者第一國土 是他們 那些地主 就是大地主 被人趕走了 現在就流落在 所謂的古樓區 如果他站出來 Fight 他一定贏的 但是他不Fight 因為你給了好處 他喝醉 二天都有錢 總之他喝酒 就沒有人理會 他喜歡喝酒 所以每個人都找到 在酒吧面前 躲在地上睡在地上 睡醒了一天 就回去又喝過 他沒有所謂的 因為你給他酒 很便宜的 除了撒碎之外 酒是最容易做的 什麼東西發酵就要走的 是 沒錯 所以 他們那邊 找先人獎來發酵都可以 Tak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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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你看到現在的政策 中下人最多的人 就讓他荒廢 除肥 沒有飯吃 黑吃 那就最好 但是呢 選票他一定要他 喂 我給你毒品吃 我給你喝酒 你喝 你還不選我 他一定選你的 是 沒錯 吸了毒之後 就會發覺 毒品是天下間 最重要的東西 是啊 總之你有個面 你投我的票 我下年 你投我的票 我開那個毒品中心 供應了毒品給你 嘩 我老闆 我把我的票給你了 對不對 是啊 行不行一件事 好沒有一件事 所以非常畸形 這樣搞下去 不是 英國都有 英國現在在Glasgow做視點 啊 英國都做視點 然後他說如果好的話 是啊 然後他說如果好的話 全國推行 嘩 那也通知我朋友 前兩個星期的新聞 還有一個新聞在美國 有一個加州的議員 說呢 零元購的950元上限 太低了 要加多少 知道嗎 提議 未過的 我知道 提議 他想加到9500元上限 美金嗎 是啊 美國當然是美金 那就是白皮 喂 什麼都買到的 真的 你店裡賣的東西 什麼都買到 你搞錯一件事 他可以一天搶十次的 不是開不同店鋪的嘛 是啊 那數家就行 那數家就行 那數十家就有八十萬 喂 好過不用上班 要上班的 我喝茶吃喝八王餐 還用警察來抓我 我零元購呢 我拿了錢 然後又沒有人搞我 我合法 總之不要拿過9500 現在是985了 是吧 嘩 如果9500 你真是誰肯開店鋪 我都關掉了 嘩 就是恭喜了 民主好啊 好啊好啊 繼續繼續 整個三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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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3%的餐廳 什麼 整個三藩市 只有3%的餐廳 在過去一個月之內 沒有被人破壞過 3%? 是啊 3%沒有被人破壞 是啊 是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之內 破壞是什麼意思 老套 搶錢是嗎 沒有 鎖任何程度的破壞 他進去拿零元購 一定會打爛東西的 一定會打爛東西的 不是餐廳 不是搶東西 是餐廳吃飯 他就是搶錢 搶他走 搶他有很多東西的 這麼便宜 反過來 你坐著吃八王餐 就抓你的 他不是零元購 那些是八王餐 外賣可以嗎 叫他外賣可以了嗎 就是不在那裡吃外賣拿走 那就是不當偷東西 外賣要偷 是偷外賣的 他店鋪和餐廳是兩個東西 不同的食 Driver 如果餐廳 餐廳只有3%沒有被人破壞的話 那些店鋪怎麼辦 每天都開 每天都靚東西 店鋪一定是靚東西的 有097% 那些老闆打那些小朋友的時候 被警察罵 被警察抓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新聞 7點多宗 以色列宣佈戰爭狀態 宣佈戰爭狀態 下午都有 戰爭狀態下午都有 是啊 這個以色列嘛 是啊 製造緊張 開始要打 一定要動的 不是 這次很厲害 他寫了5000支導彈 黑馬斯寫了5000支 堅託式 不是 他那些 不是導彈的說錯 是 可能是火箭彈 有些是最隨便的 用水管 這樣也射了出去 我以前看過他們那些 有些是土炮 不是真的 好像大陸那些有制度 不是那些 他的火箭彈 就不同 我們普通 不是 射射過去 有支 抬在背部 一槍射 射過去 那些 是啊 是啊 但是你5000支 就很厲害 那他射了多少個過去 這個數據我們不會知道 5000個 他們說 接著 人家射過來 哈馬斯射過去 哈馬斯射過去 人家射過來5000支 他射了多少支過去 誰射了多少支 就是射入以色列 不是 以色列一定射很多支過去 不過他不趕而已 以色列他有空襲 他被人中了5000支之後 就有空襲 但是 完全安排得好 為什麼我說完全安排得好呢? 因為他這次 除了同一時間射火箭之外 他海陸空 都出動 有些人就是經海路去 有些人展覽鐵絲網 我看到有一些 是直接挖牆機 可以坐的挖牆機 全部下去 然後就在那裡做事 但是最奇怪的是 以前其實 這個要講一下 以色列的特工 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 但是這次是完全收不到 完全不知道 但是突然間被人圍住了 所以他們是打一個措手不及 所以這次是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收不到 因為 因為那些是可以厲害到 以前如果你看回 伊朗那些地下的那些 核子試驗場 它可以用電腦去做不利 還有它可以下炸彈的 很厲害的 就是已經人家很多層 很多clearance 它都可以做到事情 但是這次完全不知道 完全嚇了 所以這個安排很厲害 應該打我這樣 以色列的特務工作是很厲害的 現在是盡勢做得很好 是啊 這樣都被人打一個措手不及 搞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編定流啊 編定流啊 不是 我有看的 很多 真的寫了五千支過去 還有 因為剛才有個台 是大陸直播的 它是 簡直是不懂的 不懂的 直播就沒有人說話的 它就不停在那裡拍街的景 拍特拉維夫 就是以色列特拉維夫 全部很多煙的 就是一個地方 一條煙 應該至少有一顆射中了 才會在那裡煙 很多條煙處 整個特拉維夫 太陽 放在這裡 人們就閉嘴 沒看過 在那裡拍攝 開他們 完成了 全部渡了 看好 最終的 到那裡 沒說